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机器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大鸡鸡 你对自己或是伴侣的老二,呃对,就是下面的那个老二,还满意吗? 虽然每个乡民都会说自己有30公分哦 但其实有很多男生对自己的小分身都不太满意 根据2017年的美国研究,只有不到六成的男性满意自己旧机体的鸡鸡 而另外一个调查指出,虽然有66%的人觉得自己的鹰鸡大小适中 但如果可以的话,有45%的人还是会想要再大一点 对于这种现象,美国心理学家齐尔伯格就直白说 在男性的幻想世界里面,只有三种尺寸 大、超大,大到连门都过不去 诶,机器真的越大越好吗? 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机器最大,一般的平均尺寸到底又是多少呢? 这集的内容会比较特别一点点,我会开口闭口都是机器 所以这边还是做个温馨提醒 如果你是年纪比较小的听众,可以找家长一起陪同收听哦!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聊大机器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那这边也先跟大家提醒一下 待会的工商服务内容是成人向的主题 所以如果你现在不太方便收听 那可以赶快戴起耳机或是移动到没有人在的地方哦! 好的,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那现在就来听听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让人脸红心跳的 BL热门漫画作品《触摸的练习契约》 一名看似普通的男高中生锦佑 在某次偶然下撞见了同班帅气男同学陆炎鹤 在教室内跟别人的亲热画面 而当男主角被发现之后 没有想到对方竟然前来挑逗自己 隔着衣服的触碰就没关系吧! 对方说着这样的一句话便开始忙碌了起来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主角锦佑不只从中获得了快感 而且还在头上冒出了脚 成为了所谓的脚人 之后他为了习惯这个成为脚人的身体 便和陆炎鹤定下了一个神秘的契约 开始在学校进行各种秘密的练习 这部作品带着日常与奇幻元素让人充满遐想 是知名漫画家麦老师 继金曼奖得奖作品《记忆的怪物》之后 睽違两年的突破之作 因为迅速获得读者好评 这次漫画的单行本也已经推出双版本 并即将在动漫节举办签名会 在会场第一次贩售让人脸红心跳的感恩海报 还有香道不行的汤影资料夹 如果你也想在日常中体验奇幻元素的BL情节 就赶快到资讯栏看看更多的相关讯息吧 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题吧! 说到鸡鸡的尺寸 现在我们普遍都认同 大鸡鸡是主流 但是在古希腊 小鸡鸡才是王道 比如说 你应该有在课本 或是网路上面看过 文艺复兴艺术家米开朗基罗 模仿古希腊审美的作品《大卫相》 很多人都会赞叹大卫相 说他的身材很赞 肌肉线条很完美 不过同时 大家男民也有个疑问是 为什么壮硕的美男子 大卫鸡却很小巧呢? 这应该不是大卫个人的问题 因为其他古典时期的雕像 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那个年代的艺术家 对于人体美丽的想象 通常是肌肉结实 但是鸡鸡都是小小的 针对这个现象 艺术史学家欧德桑 就提出了两个看法 首先他认为 这些雕像的鸡鸡 可能都还是没有被唤醒 不是处于勃起的状态 所以看起来小小的很正常 再来就是他认为 古希腊人 可能本来就比较崇尚小鸡鸡 像是历史学家丹佛 就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希腊统信念》 书里面就提到 在古希腊时期 有包皮覆盖的小鸡鸡 最受到欢迎 反观那些又大又粗的鸡鸡 通常会跟愚蠢 好色跟丑陋的形象 画上等号 如果你去对照 古希腊时期的雕塑 你就会发现 大鸡鸡的雕塑不是没有 只是大部分都长在 形象比较负面的 神话人物身上 比如说 在希腊神话里面 以懒惰 贪婪 淫荡著称的精灵 或是在神话里面担任 升职之神的普里·阿普斯 也有一根永远 站立满脸的大鸡鸡 但是在这个神话里面 这其实是一个恶意的诅咒 所以你就会发现 当时有一根超长超大的鸡鸡 其实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很有趣的是 它的名字普里·阿普斯 甚至还是现在描述 因经异常勃起症的原文字根 那这种大鸡鸡的负面形象 要一直到罗马时代 才开始获得一些平凡 比如说你可能也听过的 古罗马旁贝城 因为被火山覆盖给覆盖 所以遗迹的保存状况非常良好 这个遗迹就让考古学家们意外发现 古罗马人超爱大鸡鸡的 他们不只会把大鸡鸡的图像 殼在墙壁、门廊上面 还会把各种青铜装饰品 做成鸡鸡的形状 挂在住家的门口来避免厄运 等于是一个挡煞的概念 除此之外 古罗马人甚至还会把吊坠 或是带着翅膀的护身服 统统做成鸡鸡的样子 他们相信只要把鸡鸡佩戴在身上 就可以帮助婴儿抵抗疾病 或是让出门打仗的士兵 打胜仗开旋而归 对他们来说 鸡鸡是力量 还有男子气概的重要象征 因此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拥有勃起 下不来大鸡鸡的普里阿普斯 就摇身一面 从原本被诅咒的受害者 变成了守护者的角色 他的图像开始出现在 在罗马人的花园跟果园里面 来保佑万物的生生不息 而在旁被古城出土的 这个图画里面 你甚至可以看到 他的大鸡鸡足以媲美 一大袋的金币 那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大家对鸡鸡偏好 画风突变的确切原因 但是这个对于大鸡鸡 充满热情的崇拜现象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文化 不只局限在欧洲 像是在非洲的古埃及 也有他们崇拜的 生殖之神叫做敏 南美洲秘鲁的莫奇卡文明 也出土过很多大鸡鸡淘气 而在亚洲的日本 也有膜拜男性生殖器的民间信仰 一直到现在 川崎市每年都会举办 可以求好运 招桃花的铁南根祭 有人觉得 大家对于大鸡鸡的喜爱 可能是出于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 因为以前人们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为了要顺利地扳演下一代 看起来生殖能力超强的大鸡鸡 自然就会特别地受到青睐 而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或许相较于小鸡鸡 在世界各地的历史当中 大鸡鸡应该还是一个 比较主流的偏好 但不管以前人对于鸡鸡的想法是什么 至少就我们现在来说 每次只要有新的 全球鸡鸡排行榜出来 广大的男性同胞 好像就会特别敏感 特别激动 今年4月 英国线上医药网站 From Mars 分析了全球86个国家跟地区的数据 发布了全球的鸡鸡排名 结果位于南美洲的厄瓜多 以平均17.6公分夺冠 而台湾的部分则是以10.78公分 全球排名倒数第二 只赢过柬埔寨 这结果一公布 全台的男性气气气气气 大家除了想要找出谁 是拉低平均的战犯 也有人哭哭说 以前不都是韩国在垫底的吗 好想要赢韩国 之所以会有这个韩国基地小的印象 其实是来自于2012年 英国心理学教授林恩所做的研究 当时林恩教授分析了 113个国家的资料 发现基地长度跟种族有高度相关 不同种族的人 基基的长度有明显的差异 而其中刚果人18公分 全球最长 韩国9.66世界最短 不过你也不要太担心 因为很多的基基排名 资料来源都是网络 并没有严谨的科学根据 而至于林恩教授的研究 也有人质疑过 他发表过种族歧视争议的论文 所以这个基基排名的研究 可能还是要保持保留的态度 除了林恩教授之外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研究 可以指导台湾基基排名呢 答案是有的 在2003年台湾有两份 关于基基长度的小规模调查 发现台湾男性的平均长度 大约落在13公分 跟英国网站公布的10.78公分差异很大 不过这些全球排名 大家可能还是稍微看看就好 毕竟虽然测量基基的研究很多 但因为研究还是会有它的限制 所以很难做到非常准确 比如说这些基基研究 第一个会碰到的问题是 基基到底要怎么样量才是正确的呢 目前比较普遍有共识的标准是 应该要在勃起后 用软齿测量眼睛往下能够看到的地方 也就是尺骨到龟头顶端的长度 这个方法看起来很客观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有个回顾性研究发现 不同的人来量基基 竟然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如果你是自己测量 那数字会偏向乐观 有很多自我测量的研究都发现 人类基基的平均长度 落在15.7到16公分之间 那如果是为了要选择正确的保险套尔测量的话 平均就会变成14.15公分 直接缩水一公分 好那如果我们自己量都不准 那我们就把这个重要任务 交给专业人员来帮忙量怎么样呢 2015年英国心理学家 大卫·维尔分析了17篇研究 大约16000多名男性的资料 这些研究都是由专业人员测量 他们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 在放松的时候 男性的基基平均是9.16公分 而勃起的时候则是3.12公分 不过虽然这个分析 已经用相对严谨的标准去做了 但还是有人觉得 那些会自愿参与研究的人 通常都是对自己的尺寸比较自信 所以这个数字可能还是高估了 那当然除了直接测量长度之外 你应该也有听过一些都市传说 说不用脱裤子 只要看鼻子啦 食指脚掌之类的 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基基大小 这个传说是真的吗 为了学术用途 当然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 不过他们研究的结果 却是众说纷纭 像是埃及 伊朗 希腊 美国都有研究发现 食指越长 越有可能拥有大老二 可是台湾泌尿科医师 装风兵的研究 却认为 不管是食指 体重 身高 耳朵 鼻子长度等等 都跟机器的大小 没有什么关联 然后在2020年 美国有个回顾性研究指出 种族 性倾向 鞋子 尺寸等等 目前看不出来 跟机器大小有关证据 不过 有高达5篇的研究发现 身高跟大老二 确实有正相关 支持这个说法的 还有在高雄 榮总服务的 简邦品医师 他也觉得 身高是机器大小 重要的变因 他甚至在帮167位 患者测量 并装设人工阴晶之后 推出了一个 专属于台湾男性的 机器公式 只要照着公式去算 就可以算出你自己 大概的机器长度 这个公式有点复杂 就是先用你的身高 再乘上0.06 再加上7.41 最后再乘上0.65 就是你机器勃起后的长度 根据这个公式 如果你今天身高170公分 那你机器的长度 大概是11.4公分 那如果你身高比较高 有180公分 那你机器的勃起长度 大概会有11.8公分左右 不知道这个算法 跟你自己量的尺寸 有没有差很多呢 不一样也不要生气 因为简芒屏医师又强调 这个公式只是普遍性的推算 不一定适用每一个人 好的 那在讲完各式各样 机器的长度报告之后 如果我们暂时先标管 自己到底是不是 拉低平均值的占範 这边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 大机器真的有比较好吗 机器越大越好的说法 应该完全有体现在 色情片的市场上 像是老司机最爱的 Pornhub网站 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分类标签 其中在比较以女性为主的分类里面 又特别留给大机器自己的一席之地 而目前全球机器最大的基督保持人 是34.4公分的美国演员 乔纳·弗尔肯 他也曾经说过 自己靠着天赋异禀的机器 吸引到很多的好莱坞女明星 跟他发生性关系 那虽然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不过我们还是由此可见 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好像还是偏好大机胜过小机 但是这些对于大机器的推崇 却也可能让很多的男生 倍感焦虑 担心自己不够大 会影响到自己的男性魅力 怕自己不受女性欢迎 不过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在生理的部分 根据台湾男性学 即性医学医学会网站上的资料 东方女性的阴道直径 大约是2.5公分 长度落在7到12公分之间 而在阴道开口的前三分之一 以及阴地附近 分布大量的神经末梢 可以让女性感到愉悦 所以医学上面是认为 只要你勃起后的尺寸 有超过5公分 机器也够坚硬的话 一般人员在性生活 跟生育能力上面 其实就很OK 没有问题了 但是就算医学上面挂保证 机器超过5公分就没问题 但是还是会有人担心 会不会生理虽然够用 但女伴的心理还是不满足呢 瑞士苏黎士大学的一群医生 就曾经拿着各种机器的照片 访问105位女性 请她们根据8项指标 对机器进行评分 只有男生们最在意的长度 竟然只排第6名 而另外一个 大家很在意的周长 也就是粗度的部分 其实也只勉强进到第三名 而最关键的第一名 竟然是机器整体外观的干净程度 所以洗干净还是比较重要 另外也有一些 关于女性情趣用品的尺寸研究 也发现比起超大机器 长度10到15公分 粗度3到4公分的平均尺寸 其实还是最受到女性欢迎的 在美国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指出说 有高达84%的女性 对伴侣的机器感到满意 其中甚至有2%的女生 希望男伴的机器可以小一点点 从这些我们截录的研究 可以发现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女生来说 一直干净尺寸正常的机器 可能还是比超级大老二还来得更讨喜 节目的最后 也想要来聊聊我们制作这一集的想法 虽然这集讲到了很多关于机器的问题 但假设你今天是生理男生 在看完之后还是很想要拥有大老二的话 我们也是有看到两个非侵入制式的方法 可以分享给你参考 第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下面的毛给剃掉 这样就可以让机器在视觉上面看起来更加雄伟 第二种方法就是有医师觉得 部分外观比较短的小机器 其实是因为你齿骨上面的皮下脂肪过后 所以只要透过减肥 就可以让埋在里面的机器重见天日 达到整体增长的效果 不过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 因为大家对于机器的话题 真的非常的感兴趣 求之若渴 所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也都超级无敌多的 但是研究五花八门 里面常常会出现不够严谨的数字 这个现象却反而加深了很多男生 对于自己机器的焦虑 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身心健康 譬如说台湾有研究就发现 主观觉得自己机器不够长的人 其实有85%都是落在正常范围 而另外的15% 在经过专业医师的仔细测量之后 也认为没有到需要医学介入的程度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大部分的人 机器长度都是在正常值 不需要太过担心 以台湾的标准来说 如果你的机器在放松的时候 小于4公分 长大之后不到7公分 才会需要考虑跟泌尿科咨询 不然其实大家的机器 只要做好清洁保持健康 都是很赞很棒的机器咯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关于大机器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最终跟订阅 另外我们在EP96 也聊过一个大胸部的议题 男生真的都喜欢大胸部吗 大胸部比较受欢迎的概念 又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感兴趣 很欢迎你听听看EP96 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 如果是对于这集的内容 对我们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五星留言 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